《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其實一般餐都可以喝 你剛才上樓也知道 我們前幾天生日 有沒有跟朋友喝醉? 喝醉就沒有 但是吃飯喝幾杯一定有 因為我朋友裡面幾個都喜歡喝酒 山蔥 他在這方面都是專家 而且很有趣 那天的生日禮物 大家最後帶來 我有六支酒 大家可能知道 我有一個愛好 在這裡就不要再說 其實他們知道我喜歡喝酒 所以 我叫他們不要送禮物 但是他們最後都 每人帶一支酒來 生日一起吃飯 我的生日願望 真的很簡單 最重要是所有人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開開心心 太好笑了 因為其實也有個故事 這張照片 Brian寫了我的照片 一句 Happy Birthday 我看到 其實你可以多寫兩句 但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回覆了他 誰知道他之後 就加了一句這麼搞笑的說話 看到一些新聞都挺搞笑的 但好像基本上 你跟身邊的男生拍照 網友都很關心你的感情 是啊 不知為什麼呢 你一會兒跟我拍張 不如跟隊 跟隊是嗎 Yeah 他們是不怕的 OK 剪排前幾天都宣佈了 他的憤信 有沒有反應 有 其實真的很看他開心 我們在group chat裡面 城寨英雄 有group chat 大家都紛紛留言 去恭喜他 是很開心的 你也想去參加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對方會 他們會不會搞婚禮 對啦 到時如果我都是被邀請的 時間又許可的 一定會去恭喜他 之前那次有傳 會否再做約會 這個也是一個挺有趣的 可能近陣子 記者都很留意我放假 不知為什麼 就怕我太安靜 就給我一些新聞 就不知為什麼 突然說我離巢 離開TVB 又推劇 其實我在TVB 還有一段時間 我自己仍然很想 在這間公司裡面 有不同的表現 不同的劇 不同的角色去做 其實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都很想 因為公司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自己也在這裡長大 所以都是一些不必要的傳策 好 第一次傳策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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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